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介紹 FreeCAD 草圖的指令 首先點起 FreeCAD 開啟 FreeCAD 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點選草圖 選擇做圖面 點選 SY OK 第一個指令是於草圖中間一點 點選 ICON 然後鼠標會有一個白色小點的圖示 按滑鼠左鍵點一點就是畫一個點 這個指令我們沒有按右鍵或是沒有按 ESC 的時候它會持續的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點 按右鍵 下一個指令是 於草圖中建立線 一條線就是兩個點 建構而成的 左鍵先點第一點 後移鼠標位置 再點第二點 一樣 第一條線完成 那我們再來畫第二條線一樣 第一點 第二點 右鍵 這邊 這邊以草圖中建立一個弧 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中心點和中點 一個是中點及圓弧點 那我們先中心點跟中點 中心點 我們假設點在圓點這邊 左鍵 然後拖椅 拖椅以後可以再去改變大小 所以就隨便拖都可以大概的位置 然後 往上或往下 因為我們是要畫圓弧不是畫圓弧 那這樣可以繞 再一次 點一個點 拉開 往 點一個點 拉開 往上 都一樣 這是圓弧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 終點的圓弧就是 點一點 點一點 這兩個就是它的尺寸 應該算是它的 起點跟終點 然後可以去改變大型 一樣 是圓弧 圓弧 就看你的限制點是在哪邊 右鍵 它會 自己會產生一個 圓弧中心點 下一個是 浴草族中建立一個圓 一樣有中心點去圓弧點 然後我們現在是直接使用中心點 點一下 再 接觸到圓點變黃色 點滑鼠左鍵 然後拖椅以後再點滑鼠左鍵 右鍵 這個是橢圓 橢圓的話就可以跟大家做練習 那個中心半徑 幾點 中心拖個半徑 然後再 第二個半徑就是它的大小 算是橢圓長 橢圓寬 來看一下這兩個 這兩個是 曲線 1 2 3 這個可以去拉 右鍵先離開 然後去拉那個 改變那個曲線 這個是 像是比較進階的 比較有相關 需求的去 使用 像我們平常 我們不會用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直接用看 給它R 多少 給它R 多少 那另外下一個是 所謂的 聚合線 我們來看聚合線 一樣先點一點 往右拉 它會出現一個水平圖示 代表說這條線 我們現在是水平 那如果再往上一點點 那水平的G數就取消掉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在水平這邊 雖然看起來是可以有點寫 但它一定是水平的 然後再往上 那我現在是說 我現在這個是在連續的 畫線當中 那如果按下M 鍵盤的M 麥當勞的M 它會改變它的 揮圖方式 對齊 隨便垂直 圓弧 這個在我們在揮圖當中 也是蠻有用的 比如說我畫到一半 再去切換這個 我要去畫個圓弧啊 那 我現在點這個 那我在這邊就可以直接拉一條線 再畫一個 MMM 這樣就好了 那一樣是按右鍵 離開 那舉行 建立一個舉行 舉行是 兩個點 四條線 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是一個舉行出來的 OK 那多邊形 多邊形你可以去選擇 像我們現在先看 右腳形 點連心 點連心 然後拉出來 一開始先不要去 跟水平走或是垂直走去接觸 這個 個人習慣 那我們可以去說 我 隨便選一條 讓它水平放置 那後面再給它一個水平技術 就是這個 這邊 極速 完全極速的部分 那再來看是跑道圖形 就是 點一點 點兩點 就這樣 點一點 拉 第一點就可以去拉它的水平度 你是要 水平方向還是垂直方向 那 它就會相對去抓到你那個 跑道的外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大概 到時候還是要給它 按 那這個 它有一個水平 你看它極速條件 極速條件 這個水平 這個箱等 然後這個箱切 所以說這個一定跟這個水平 一定跟這個平行 這個它就是會這樣 按上下還是上下移動 那再來是 圓角 圓角就要到矩形那邊 點一個 圓角 那點兩條線 第一條 第二條 它的圓角 那圓角這邊 的話 你可以到時候再去 不用擔心說現在沒給它 你可以到時候再給它那個 距離的技術條件 給它半徑 一樣是按照個人習慣 有些人習慣是在 有些人習慣是在 草圖 就給它所有的 所有的 特徵圓角 那有些是希望說3D 以後再給它特徵圓角 一個人的喜好 還有 依3D造型的一個不同 那現在來看一下是 裁切 點一些人的 icon 等一下 隨便 先 抱歉 先畫線 隨便畫線 隨便畫 隨便畫 點選彩切 那我們現在 你看這個黃色 我們這條線 被黃色剪下去 它就被剪掉了 那這邊 剪一下就被剪掉 這邊它就會被剪掉 比較類似那一個 Sullywark的 強力 強力採剪 大概是這樣 OK 按右鍵 那這個是算是延伸 因為我們很多 像這個字 我們很多都還沒有所謂的 拘束 所以說你發現延伸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就先把一些圖元先把基礎起來 才會變成是你要的 系統沒有那麼聰明 說你延伸是延伸哪個 它就是這兩個點 其實就是兩個點重 重疊 但是它不是這樣子重疊 它是要這兩個點重疊 像你看這個 弄在一起好像變三個都會在一起 三點 公點 意思有點類似 只不過它可以說用線延伸 那這邊的話下一個是 要有 實體 所以說我們先 close再建一個新的草圖 然後我們再建立一個草圖 隨便只畫一個眼圈圈就好了 特徵先不用 那個 尺寸先不用給它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 算是兩個body 那我們現在就要選這個草圖 讓它變 藍色就選取中的 然後我要讓它長料 假設長料讓它長20就好了 然後 增強力 那我現在來看說我這邊再建立一個草圖 那這個指釘就是 外部集合建立集合 建立相連之邊 這邊點選icon 然後選到 3D造型的面 它就會 選取它的 邊線 現在還是這個按右鍵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去點 像我要畫一條線 通過這個 兩點吧 兩點一條線 C 無間跟那一個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是 建構線跟 一般線 藍色是建構線 白色是一般線 那再來的話 先直接到 舉額拘束 那我們繼續齁 那舉額拘束它是 選取 項目 建立重疊一支點 我們回到剛才第一個草圖 我們先把這個先 空白鍵先把它可見性切掉 那假設說 點 點跟點 就我們剛才在講的 那我們先把箱切這個 最後一個 直接 直接重劃 一樣我們就是先畫 兩條線 那這兩條線 我現在要把這兩個點 讓它 連接在一起就可以按照這個 重疊 那這個就會重疊 那我們再來換下一個 畫一條線 那這個點 這個點 要跟 這個點要跟這條線 固定點 以物件上 所以就是線跟點 那你看它 有時候是往上 有時候是往下 因為我們完全都沒舉銷 只是固定在這條 線 上 那現在再來看這條 水平的 條件 於 首選項目 首選 我先選這條線 然後 建立垂直 這就是垂直的部分 那 一樣 我假設這條線 假設這條線 我讓它變水平 一樣是先點一下 再按水平 那我現在可以再 再畫另外一條線 那我現在不要用水平 我要 我要讓它平行 就是點這一點 跟點這一點 兩條線讓它去平行 那 當沒有計數條件 它就會任意的找一條 就讓它變得急 那我們現在有計數條件 所以它這條也會變成水平 用這條跟這條平行 但是這條已經水平了 好 再來看的話 是 來個垂直的部分 那垂直的部分 就是一樣 是點兩條線 斷 然後再點這個垂直的icon 好 這兩條線 我們就看 至少有兩條曲線 就是一個點 好 好 這是兩條線跟一個點 那它就是垂直的這個點上面 因為線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線 好 現在我們看的是直線 有曲線的部分 那相切的話就是圓的部分 讓它比較單純 好 這邊 因為我都還沒給它 我這邊 希望跟它相切 好 就點兩個 就點這個圓弧 跟這條線 好 點相切 它就會相切在一起 好 那再來相等拘束 那現在這兩條線是不一樣的長度 那我點這兩條 讓它相等 不是 不是 鋪槍平行 是相等 相等拘束是1 那時候的快捷鍵都在指令icon上面停留久一點就會出現 它的長度就會一樣 長度就會一樣 好 那 對稱 對稱 先拉到這個來 對稱 那假設我需要 這兩個點跟這條線對稱 先點物件 然後再去點我們的icon 好 它就對稱 對稱以後 這一個點 跟這個點在相同的位置上 你拉一個另外一個點 就被你拉動 它就是 對稱的部分 那像有一些這個跟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點這個 固定 一樣是沒辦法去拖拉 好 好 之前沒有 這就是這個 比較少用 那之前有講過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假設我點 像線左邊這一個 再點固定 以選定項目建立 鎖定局數 那它這邊就是負的 這邊就是正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面這個 右下的這個部分 這邊找一個 好 這邊是正的 這邊是正的 這邊是負的 這邊是正 水平這邊是正的 然後垂直這邊是負的 它就會有向線 那如果你只是 純粹的點這一點跟這一點 隨便點一點 啊 你都是要點遠一點 目前畫面在收放 因為是用Blender的操控模式 畫面右下角這邊也可以做切換 所以說我是滾輪的前後 然後現在一樣是水平距離 第二點沒點到 點兩點 那這個的話就會是 距離是絕對值 所以它就不會有正負 這個是因為自動給 所以它必須要判定說它是正或負 才會知道它是在哪個距離遠點的哪個向線上面 這個就是水平垂直 那這個是固定線長 或點你頂點點的距離 像我們剛剛看到說我有這個斜斜的 那我直接點這個 點這個 它就是所謂的線性 或是對稱性的部分 那它就是 它的距離法線 距離標誌法線就跟這條線 或是這樣的物件或是垂直 那像我們點這個 再點這個 點垂直再點這個 它就是 絕對是垂直在我的 軸線上面 這個就是我的垂直的距離 那我們來點水平 上下 距離計數不能重複 重複控制的話 就是 你叫它1 然後你這邊叫它2 那角度你又固定給它 所以它不能 它就變成是重動 所以我們現在就變成是 計數條件 我們就 給它 參考的 距離計數條件 我們就才能給它 因為這邊 一動 這邊數字也會跟著動 那半徑 這個就是 它這邊的話 就是固定圓 或圓鬍子半徑 一樣 你可以先點 入境或是鍵點 iCon 給它實 那這個就是半徑 那這個就是半徑 那這個不會去標R 或是 Y 那這邊 FRECAT 基本上 都是以半徑做表示 除了像你在底部那邊 可以去切換成 紙巾標柱之外 那再來看角度 角度的話 固定 限制角度或兩線尖角度 這個 跟這個 他為什麼會跑不一樣 這個 他不曉得 你是從哪一邊去起始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假設我是這個 這兩個 比較單純 會變假角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切線假角 他就會認為用他自己去 去拉 他會發現這個是從左邊延伸過來 你要量的是這邊 他不會判定說你量的是這邊 今天大概介紹到這邊 一些基本的 ICON的操作 那後面的話 下一次的話可能會來介紹一些 模組的載入 或者是先介紹 工程圖的一個標數 尺寸工程圖的一個部分 謝謝各位 那兩個 大家先去做一個 複製 今天